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六點 焦點短打 我是港人港地的執行總編輯許少基 歐洲議會的淪落 從最新通過一項破壞香港司法獨立 干預香港內政的決議可見一班 據報導歐洲議會週四 即是15日通過了決議 促請立刻釋放前一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等所謂的政治犯 並且再次呼籲歐洲理事會制裁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區官員 歐洲議會政客針對香港的指控 完全無新意和無實證可言 一而再再而三污衊香港有政治犯 俄稱黎智英面對的是莫須有罪名 講穿了就是要起到三人城府的效果 要包括歐洲國家國民在內的受眾 產生了一種對內地和香港錯誤的觀感 投票支持議案的一班歐洲議會政客對香港有多熟悉 我不肯定 我唯一肯定的是這些人盲目將國安疑犯黎智英神化 無異於將自己的政治利益 建築在受2019年反修例暴動之害的香港市民身上 這些自私自利的歐洲政客實在是需要受到譴責和唾棄的 黎智英是什麼人呢 他是單純的傳媒老闆嘛 他是單純傳媒老闆的話 為什麼他2019年走到美國去的時候 會獲得美國多個重量級政客接見呢 如果歐洲議會議員是不熟悉相關事件的話 在這裡就讓我為他們重溫一次吧 2019年7月正值反修例暴動徹底失控的時候 黎智英公然走到美國去黑球美國的政要介入香港事務 短短幾天之內就先後獲得 時任美國副總統彭斯 時任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以及時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等 三名美國核心官員接見 不過這樣還未夠 共和黨籍的克魯茲和斯科特等的參議員 也都先後接待了黎智英 規格之高 就連一般其他國家的政要訪問美國 也都是望塵莫及 當然啦 獲得美國政要接見都不是什麼罪名 眾人會面的時候 說了什麼才是重點 而當知道有關內容之後 相信大家也會明白了 為什麼黎智英漢奸之名實在是當之無愧 據《平均日報》當時的報導 黎智英當日與博爾頓會面的時候 談及反修例暴動的示威 期間是懇請博爾頓盡量以行動支持香港人 並請求美國政府發表言論支持 以及鼓勵香港的年輕人 以行動支持香港年輕人? 歐洲政客你們知道當時我們那些參加暴動的年輕人做過什麼嗎? 其他我就不說了 單看當年7月1號大批年輕暴徒進攻和闖入香港立法會大樓 破壞大樓裏面的設施 屠烏香港的拘揮 並且在主席台上掛上象徵港獨的旗幟 我想問一問歐洲議會的一班政客 暴徒類似的行為在歐洲國家是不是都被允許呢? 如果他們國家中出了一個這樣的所謂傳媒老闆 在暴動期間走到其他國家叫竅 要外國政客聲援和支持暴徒 你們會不會認為那個人只是一個單純的傳媒老闆呢? 如果不會 為何今天你們又公然干預香港司法獨立 要求未審先放黎智英呢? 第二 歐洲哪一個國家中會有傳媒老闆 在暴動發生期間走到美國 並且在公開場合棉不紅氣不喘地高呼 香港正在美國的敵營為美國而戰? 好了好了如果歐洲政客仍然認為這些都不足以證明 黎智英並不是單純的傳媒老闆 那麼我們不如就看看今天已經停刊的蘋果日報 是不是單純的傳媒呢? 多年以來蘋果日報不斷以偏頗和失實的報道內容 去煽動香港市民 而每逢遊行前夕 該報都會以極大的篇幅去為遊行吹雞 鼓勵香港市民上街參加政治活動 而在遊行集會當日 蘋果日報除了必然會隨報附上公遊行參加者使用的政治標語之外 更曾經試過製作印有政治口號的雨傘 安排職員在街上向市民隨機派發 直以為遊行示威、造勢和宣傳 我真是希望歐洲議會的政客回答我們 這些是不是傳媒應該有的行為? 深度介入政治行動 將社會公器視為自己的政治私器 這個又是不是傳媒應該有的行事標準呢? 還有一點雖然以往我都說過很多次 但請容許我不厭其煩再次指出 黎智英絕對不是因為經營傳媒機構而被警方國安處拘捕 黎智英之所以被控以港區國安法之中的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全因為他涉嫌是亂港組織重光團隊的幕後主腦、禁主和策劃者 值金錢之助和利用旗下《蘋果日報》刊載廣告等方式 呼籲外國制裁中華人民共和國或香港特別行政區 沒錯,這就是黎智英被檢控的唯一理由 我想問一下歐洲議會的一班議員 呼籲外國制裁自己國家是不是傳媒工作呢? 你們又會不會容許自己國家有這種傳媒老闆呢?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 那為什麼你們又要投票支持議案? 這個不是不折不扣的雙重標準又是什麼呢? 我不知道也不想揣測歐洲議會的政客到底為什麼要支持上述的議案 但是正如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工處發言人所說 香港從柔亂及治走向柔治及輕的大勢不可逆轉、不容阻擋 你們這些小小政客的握述手段和詭計絕對不可能得逞 黎智英一定會受到香港法院公平、公開、公正的審判 經常將非法單邊制裁掛在後面 只是凸顯出你們的懦弱和虛脅 你們的小動作 著實令到清楚知道黎智英案始末的香港市民非常之不齒 今天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留言、讚好、訂閱和分享給朋友 逢星期一到五晚上六點和大家焦點短打 我們下星期見,拜拜